台湾从3月22号开始施打AZ疫苗 但截至4月3号只有1.7万多人接种 如今第二批层COVAX 获配的19.92万剂AZ疫苗也抵台了 而且疫苗的效期更短 直到5月31号 又怎么在一个半月内打完这19.92万剂 将是一大挑战 前机关GG长苏毅仁更是 紧如果疫苗接种速度缓慢 不但对解封边境不利 等到后续1000万剂的AZ疫苗 也进来的话 可能会塞爆医疗院所 指挥中心专家小组咨询委员 李炳颖更坦言 疫苗的确有超买的情况 也要做好打不完的心理准备 万一疫苗没有打完 建议可以申请展颜效期 第二批AZ疫苗4号抵台 但效期直到5月31号 眼看国内接种速度缓慢 前机关局局长苏毅仁市井 如果后续1000万剂AZ疫苗也进来 恐怕会塞爆医疗院所 有医师也这么说 我们的疫苗本来就是有一点 可能会有些疫苗打不完的 一个心理准备 因为我们是有点超买疫苗 不同的疫苗产 我们都有去接洽或者是采购疫苗 所以我们所购买的量 可能会超过我们 实际上会接种的人数 指挥中心的专家小组 咨询委员李炳颖首次 谈言国内疫苗有超买情况 更要大家做好打不完的心理准备 因为第一批抵台的11.7万剂AZ疫苗 3月22号开打至今 只接种了1.7万多人 疫苗效期直到6月15号 而第二批从COVID 获配的19.92万剂AZ疫苗 最快12号检验封间放行 但它的效期更短直到5月31号 要怎么样在45天内打完19.92万剂 将会是一大挑战 万一打不完 也有专家建议可以申请展颜效期 或是扩大开放 让有商务或外交需求的人 也可以施打 展颜是必定会发生的事情 因为一般的疫苗 大概不会说只有6个月的效期 至少都会有一两点的效期 接种如果还没有 能够及时打完的话 商务人士的确是可以考虑 在比较优先的接种对象里面 有专家也提醒 台湾已是打疫苗最晚的国家之一 如果施打速度又这么慢 对未来边境开放 国际往来恐怕很不利 记者这么道